氣象資訊戰又來了 一起歡迎趙文 趙文 最近如果要去日本跟韓國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喔 要小心沙塵暴 像是福岡昨天能見度就很差 那麼如果您要自駕的話特別注意 那麼韓國首爾一直到比較南端的濟州島 空氣品質都很差 天空灰蒙蒙的 還有人說這個外出一定要戴口罩 但是如果就算有戴啦 這喉嚨還是很痛 其實我覺得我還蠻幸運的 因為我去日本的時候剛好沒有碰到 對 你真的太幸運了 對 但是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 其實這能見度是有點太差 然後還一直出現這種就是藍太陽的狀況 對啊 這看是中國十年最大的沙塵暴 那北京民眾就說當地都下土了 這根本不是下土是吃土吧 對 吃土 認真是要吃土喔 沒錯 其實就是車子啊建築物等等的 就全部都是沙 然後他們說像活在火星的感覺 真的 那剛剛其實畫面上也有出現像是這個 藍太陽 就是因為呢這個 漫天的黃沙再加上陽光的折射才會出現這樣的奇景 但是如果看到這樣的景象也不用太高興啦 因為沙塵暴很嚴重啊 這其實已經不是視線差的問題 最主要就是說 除了影響到我覺得交通應該也是蠻大的問題 對 然後還有當然就是我們的健康問題啦 那沒辦法出門嘛 因為空氣裡面都是一些土啊什麼的 所以會影響到人類的呼吸系統 然後呢過敏其實會更嚴重 還有剛剛提到能見度很差 以及它會破壞建築機械的結構 因為尤其像我本身也是就是有鼻子過敏的問題 對 然後所以空氣品質比較不好的話 我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但是也還好就是最近 這一波對台灣的影響似乎是沒有那麼大 對 那因為呢這個沙塵暴 其實主要會影響在中國啦 還有日本跟韓國 台灣雖然最近空氣很差 主要還是因為境內污染的問題 因為風向的關係 所以呢沙塵暴不會飄到我們這邊 所以現在台灣空氣很差 主要是因為內部的問題 不要想要怪別人啦 好 所以總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在這段期間啊 你有一些身體不舒服的狀況或什麼之類的 就還是要把口罩戴好啊 但如果以其他的部分來看呢 其實你可以吃一些食補來養肺嘛 比方說我們以中醫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可以喝花旗參銀耳湯 我個人其實是很愛吃銀耳的 像是它裡頭的西洋參是可以補氣 那麼銀耳的話 我們不是都會煮到那種咯咯嗎 這個主要就是一個保護肺障的 最好的一個食材了 那麼另外白色的食材啊 像是這個水梨啦 山藥啊還有蓮藕都還蠻適合 都可以清肺潤肺的 剛好也都是我其實還蠻喜歡吃的食物 對 那今天多吃一點 對 要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但是一樣也要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剛剛說到了去那些地方嘛 就是日本啊還有韓國對不對 對 還有就是到中國的觀眾朋友 就是接下來這段時間呢 除了你口罩要戴好好之外 就是到這些地方呢 請務必要做好 可能會有吃土的準備 對 是實際上的吃土好不好 那至於台灣接下來 我們的空氣品質 還會像現在一樣也是不太好 也是因為內部的問題嗎 把時間交給趙文 好 今天來講的話呢 台灣的空氣品質不太好 真的是因為境內污染的問題 但是你看到這個亞洲空氣品質 這張圖就可以發現到 哇 中國大陸的沙塵暴 從內蒙古來的真的是很嚴重啊 一度呢還波及到了韓國 還有日本地區 那麼台灣現在你看到灰蒙蒙一片 其實有空氣污染的問題 主要還是境內污染 因為現在確實是東風 所以呢整個被封測來講 像是整個西半部空品相對來講 就比較差了 好 我們從這個空氣品質圖 帶你來看看 那麼今天要特別警戒的地方是哪裡呢 被封測 因為呢在這個被封測的關係 有被封渦旋 因此像是呢 北部地區啊 還有中部雲家呢 還有高屏都是橘色警戒的 也就是對於敏感呼吸道族群的 觀衆朋友是不太健康 那麼尤其是現在這段時間 一直到傍晚喔 空氣品質還會更差 尤其細浮回濾紙也會濃度會升高 那麼從目前的溫度 帶您看起來 現在是台北地區呢 現在是晴朗的天氣形態 那麼高溫可以來到29度左右 中台灣也是29度 南台灣現在甚至還可以逼近到30度 東半部地區可以看到雖然雲多多 但是溫度依舊是高的 大概是26到28度左右 那麼離島像是澎湖 現在是23度 金門地區25度左右 也就是全台灣 現在天氣都還蠻好的 請大家外出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防曬 我們從氣象關鍵字跟大家做提醒囉 今天這個天氣很炎熱 那麼各地都有機會飆破30度的高溫 另外西半部空平很差 外出請記得戴口罩了 再來看中南部地區的紫外線 也是過量等級 來看各地氣溫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跟新竹 高溫來到30度 今天是晴十多雲的好天氣 苗栗台中上換南投跟雨林 高溫29度 那麼局部有些地方 有機會來到30度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 高溫31度 不過以現在的狀況看起來 有機會飆到32到33度 宜蘭華林跟台東 高溫來到28度 雲多多但是呢 是比較悶熱的喔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連江 高溫來到25度 但是連江線特別提醒 依舊是在20度以下 而且雲量偏多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場資訊戰了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請問 請問